人物APP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陈世莲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人物APP 每周五我们和TechDesk Youth合作 介绍台湾有梦想的年轻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单人雪橇 它是一个需要很大勇气跟毅力的运动 而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长相帅气的年轻人 今年才20岁 跟我们一起谈谈就像运动 德安你好 哈喽你好 是德安你 你知道我们这个台湾其实是一个雅乐大气候 能够见到雪的机会其实就很少了 那你可不可以大概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单人雪橇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它需要什么能力啊技巧啊之类的 OK单人雪橇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当各位到了独自一人到了游乐园 然后独自一人坐上的那云霄飞车 那种上上下下忽快忽慢 手带来的那种速度感 又或者各位到了夏天的时候 到了水上乐园 然后里面那最高的滑水道 手滑下来的感觉 就有点接近我们雪橇的感觉 所以它速度很快是不是 平均120到150公里 那很快 对 比骑机车还要快了 很快 所以它是应该很危险对不对 对非常的危险 好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就是说您当时候为什么会 接触到这个单人雪橇这项运动 我知道您好像小时候好像偶像还是那个布莱恩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前进的MBA 可是在国二的那一年的暑假 因为我膝盖受伤 所以我回到宜兰南澳老家 修养 可是就在那一次回去之后 我看到有一群人 围在那边做征选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 他们围在那边是在征选什么 然后刚好那个在征选的老师也认识我 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参与大家的活动 然后就好啊 然后他就示范 那我就后面测验 然后很多人 一百多个人测验 然后后面只选三个 那我是其中一个 对 所以你那时候一看就喜欢就进去了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好奇 好奇接触的 对好奇 你那时候多大 我那时候十四岁 十四岁 国中的时候 国二 对 他那时候我们台湾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个 这是怎么讲 球队还是什么 协会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只是比较冷门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对 所以你那时候选这个应该很大勇气吧 对 可是当初我选上的时候 我还是一直在打篮球 持续进行 然后可是我爸就不想要我打篮球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的身材条件 在台湾的篮球场上市场不好 对 他想要我可以借这个机会 然后出国发展 就是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世界观啊 对 改变一些想法 或是增加自己的语言能力 对 对 所以你这样子就接受父亲的建议吗 还是 没有我当然有跟他一些争执 对 因为国中嘛 他比较叛逆一点 对对对 所以你后来是妥协了 接向这个 对到后面的时候 不过这项单人雪橇的运动 其实在台湾很冷门 对 就是你刚刚有讲的 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 不过你自己 实际进入之后啊 你自己看我们台湾的 不管是资源 或者是你的练习过程 一切都很顺利吗 刚开始当然是没有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装备什么都没有 因为刚开始我还是一个 什么成绩都没有的选手 那我们用的都是最烂的啊 反正就 反正都很糟糕 有多糟 就是破掉 我们的手套 手套上会有钉子 然后我们的手套都练到 上面的皮都不见 皮都不见 然后钉子都会掉下来 对 然后就是糟到那种 衣服破掉了 破到 你穿里面穿内大衣啊 还会看到 外露 还会很冷 所以你那时候练习的状况 大概怎么样 我们很难去想象 你那个时候 没有资源 然后没有设备 你是怎么样 撑过来那段时间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因为语言不同 然后我们的教练 又是外国教练 然后他在讲什么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然后我刚开始滑的时候 我每一次滑 我每一次撞 每次滑 每次翻车 然后每次滑 每次浴青 可是 我每次都有那种 想要放弃念头 怎么讲 太辛苦了 对 然后我就想放弃 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回去 然后我爸就不准 不准你回来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在过来的时候 打电话给我爸 然后我爸就 还是不准 他说你就滑就对了 然后我爸就说 你好好滑 然后认真去学习 然后打开翻译机 去问教练 他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后面我就开始打开翻译机 然后我的语言就开始 慢慢在进步 然后我就开始懂得 教练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我就开始懂得 如何操作学校 对 你那时候是到日本 还是到哪个国家 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是到日本 日本 那日本的 相对台湾来讲 他们那边的 不管是资源 或者是他们的选手 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跟我们台湾相比呢 好太多了 因为他们在 日本在冬季奥运上的 所有项目几乎都算还不错 成绩都很好 对 而且他们又有自己的滑道 对 可以做练习 所以你也算开了眼界 对不对 第一次这样 对啊 他们从高处滑下来的时候 那种声音就吓到了 对 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你自己在国外 练习的那一段时间 你觉得你自己那时候是 挫折感很重 还是说是成就感比较多 一半一半 你怎么说 因为挫折感是 在每次的练习当中 你会 会有撞墙期 然后你会想要 因为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然后每当跌倒的话 我就想要去克服他 可是成就感的话 是每当你比一次赛 得到好的成绩的时候 你会有成就感 然后你知道如何驾驭学校 在一个滑道 滑得很顺利的时候 中途中没有任何的碰撞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速度很快 然后你又一下到终点 那种是 非常舒服的感觉 对 可是你人在异乡 你那个时候最难过的是什么 你会不会有点想家 我那时候最难过的是 我吃不到台湾的食物 真的吗 真的 最怀念什么食物 我最怀念那个卤肉饭 卤肉饭 对 还有那个我外公的鸡汤 对 那你一个人在国外 不会觉得很寂寞吗 寂寞 一定会啦 所以我就会用 现在网络很发达 就跟家人做视讯 那样子 就是解一下 思乡之苦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是靠这样子的方式 撑过来的吗 你那个平均出国 一段练习的时间 大概都是要多久 四个月至半年 那也很长 对 怎么讲 就你一开始就不习惯 可是后面你会慢慢适应 因为你交到朋友 对 那你自己去国外练习的时候 你需要自己准备一些装备吗 还是 装备要 就像是加重的东西 就是要自己准备 然后手套那些都是要自己做 对 那你那个时候 取得这些设备是很顺利的吗 装备 不顺利 因为要透过 以前的前辈 马志宏 对 然后他教我如何去取得 然后我才知道 对 马志宏算是您的教练吗 还是 对 算是我教练 贵人 贵人 对 怎么说 因为我参加青年奥运的那一次 前两年都是因为他在带我 我知道像这种 这一项单元学校运动 好像在经验上的传承很重要 对不对 就是说 滑道吗 对 滑道 滑道它的一些什么技巧 比如说 控制弯道的技术 对 那个是不是很重要 对那个很重要 可能一个弯 你没有驾驭好 让它形成有波浪的话 它就会 因为我们速度太快 它会有离心力 它可能就很容易 把你带到滑到外面去 然后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 我曾经有看过一篇报道 就是说 其实因为 就是因为我们国内 很少看到这项运动 所以相对的来讲 这些经验传承很难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 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马志宏 他这一路上 他都自己走过来 然后什么都自己学 然后他把他学到东西传承给我 教我 摸索就对了 然后我再自己去 一起再摸索一些 他不知道的东西 对 你觉得像这样子 因为刚刚你帮我们介绍 单元血桥 这个运动 其实速度非常的快 那危险性也很大 那你觉得像 加入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样的 最需要具备就是 胆大心细 怎么说 勇气 因为每当你坐在滑道上面的时候 你滑下去的时候 那个心跳真的是 快到不行 对 不知道你下去的时候会怎么样 不知道你下去的那一刻 你会不会顺利到终点 对 所以对自己的心理建设很重要 要很大的勇气 对 所以你每次在准备要滑下去那一刻 应该都心无杂念 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会 现在比较好 我都会告诉自己平常心 然后我就很清楚我知道 每一个弯道我要怎么做 对 你都不担心危险啊 现在不会了 因为 我之前很怕是因为我太多的 顾虑太多的烦恼 可是 其他国家的选手就告诉我 下去你顶多受伤 还是要滑 不会怎么样 再差顶多死掉 顶多死掉 对 他们就很 很那种 不知道怎么 很豁达吗 对 他们对这种事情就觉得 很 就是很豁达 这样子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真的是 实际从那个波道上面下来 那时候 你第一次的经验是怎么样 你记得那一刻那个感觉吗 那一刻我听到那个 因为我们雪橇跟冰刀 冰刀跟冰面 接触的时候会有 咯咯咯咯的声音 很像火车的声音 那时候 在上面又觉得 很轻盈 身体很轻盈 然后速度很快 然后就觉得 躺着也可以看着东西 然后一躺着也可以 滑得这么快 就觉得很特别的感觉 对 你一点都不紧张 那个时候不紧张 因为那时候 我们刚开始滑的时候 我们是从低的起点开始 对 然后 当你 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才会开始慢慢往上 对 所以你一点都 不会太担心 害怕自己的安危就对 其实都专心在这个 呃 单元学校上面 对 是到中间有一些呃 开始翻车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有这些东西 这些恐惧 嗯 对 翻车 对 嗯 你现在讲起来好轻松 你可以谈一谈 我相信你应该 练习的这一段时间 应该有很多的呃 意外哦 可能受伤或什么的 你可以谈一下 你有没有出过意外 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有 就是在呃 奥运的前两年 我记得我在拼 要拼积分赛 然后在德国 嗯 因为那次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的不专心 然后往下滑的时候都还好 可是突然有一段时间 我放空了 嗯 就在那 放空那一刹那 我就翻车了 嗯 因为呃 进弯的时候路线走错 然后速度太快 我就翻车 然后就啪啪啪啪 然后在滑道里面 一直打一直撞 那我的头就被撞到 然后我就当场就昏过去了 嗯 然后后来到医院 检查有点轻微的脑震荡 嗯 然后那时候焦点吓死了 嗯 嗯 对啊 然后回来之后 就躺在房间两天吧 嗯 对啊 所以是教练在照顾你 对 哦 他不会特别想家 哦 哦那时候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一心就是要拼奥运 哦 对 嗯 冬季奥运 冬季奥运 哦哦 那家人呢 家人哦 那一次经验 哦 其实我如果受伤的话 我不太会跟家人讲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哦 对 不过我资料有看到你好像 膝盖也受伤过 脚踝也开到过嘛 对 都有 这都是因为这个 单日雪橇的运动关系吗 脚踝是 然后膝盖不是 脚踝是为什么 嗯 因为我翻车的时候 那个控制板压到我的脚踝 然后里面的骨头坏死 嗯 嗯 对啊 很久了 然后后面真的受不了 然后就去开刀 嗯 对 设备 设备很重吗 还是说 我们的雪橇有24公斤到25公斤 哦 对 哦 所以冲击到的话 其实也伤害也蛮大的 对 你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 我知道您在2012年的2月的时候 有参加那个奥地利首届的冬季青年奥运嘛 对不对 那你是亚洲唯一的选手 对 对嘛 你可以谈一下那一次的比赛经验 那算是一个很大的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 对 那是一个第一次冬季奥运的西利 嗯 你可以谈一下你那一次 真的确定了要去参加这个冬季奥运 那个时候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那个时候 呃 在奥运前 奥运前一场世界杯 呃 那时候我跟保加利亚的选手 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嗯 我们的积分一模一样 嗯 呃 那个时候他赢我一分 嗯 对 然后我们要在奥运要前30名才可以 前20名还前30名我们才可以进奥运 可是那时候我跟他积分 太近了 嗯 然后就是协会要一直要我赢他 嗯 我才有更 才可以有更有把握进去到奥运 嗯 可是就在那一场比赛 我们是在原本 我们比练习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女子起点 嗯 就是比较低 嗯 因为我们是青少年 可是在开会之后 因为那个滑到的难度比较简单 嗯 然后就在比赛的前一天开会说 我们要到男子起点 就是最高起点 嗯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傻眼 因为太 害怕吗 就什么都不要想 嗯 就平常心 嗯 然后热身要做够 嗯 对 然后那时候 他先下去了 他成绩滑啊 我其实滑啊 五十三秒五左右 然后 我看到我傻眼 因为我从 就是五十三秒五的成绩是很好的 嗯 然后当我 叫到我的时候 我坐上那个起点 我心里没有别的念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 我的精神特别好 嗯 身体特别亢奋 嗯 可能我就觉得说 既然是最后一场了 嗯 然后就 尽全力 全力 对 然后我不想要留遗憾 嗯 有没有参加啊 没关系 我至少要 把这场比赛 全力都 用尽 这样子 嗯 嗯 然后就在出发的那一刻 嗯 我在抓地的时候 那个power是非常的足够 非常清楚的感觉到 那一次我的钉子 扎扎实的 扎到那个冰面里面 嗯 对 然后在滑的过程当中 非常的顺 第一弯 第二弯 第三弯 嗯 都没有碰撞 然后就是 路线也走得非常好 也没有波浪 嗯 就这样一直到了终点 那时候 记得速度 一百也二十五公里 过弯的时候 对 然后到终点的时候 看秒数 因为那时候 滑得非常好 我就跳起来 然后就看那个秒数 五十三秒一 嗯 然后就赢他了 嗯 然后就那一次 就那一场 我就进奥运了 哦 对 然后教练就很开心的 从那个男子棋棋充下来 嗯 对 不过我看 你好像 那一次虽然没有 虽然没有拿到奖牌 但是你好像还蛮开心的 对 因为那个 达到奥运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是 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嗯 对 而且你也自己 写下自己的新纪录嘛 对不对 对 进步了两秒钟 对 你现在还需要到 欧美地区去做训练吗 需要 需要 都是到冬季的时候 都是需要的 还是每年九月到二月嘛 对 你怎么看 就是说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这个运动在台湾 其实大家很陌生 但是你怎么样 看说你到国外去了 你也看到他们的设备 他们的选手 他们的资源 其实应该都是比我们好太多了 你自己怎么看 就是说 你们两个比较 台湾跟欧美地区之后 你觉得 你有没有未来的一个期许啊 针对这个单人学校的部分 其实我到国外这样 这几年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台湾可以发 真的可以好好发展 这个雪橇项目 怎么说 因为我们的身材 条件其实没有关系 重点是器材 对 因为雪橇的好坏真的很重要 就跟一台车子的品牌有差 是一样的 对 像我的成绩 如果没有状况的话 顺顺利益 我的成绩可以跟那些顶尖好手 差不到0.5秒 对 一台好的雪橇跟一台坏的雪橇 就可以有2秒到5秒的差别 对 一秒就差很多了 差很多 所以你觉得我们设备方面 如果更新的话 我们的成绩应该会不错 不过我也看到一项资料 就是说你自己在 就是说比赛还是很现实的嘛 那很多的国家好像不太愿意 把这种设备给我们 还是说我们不容易买 应该说他们国家 当然就是会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留在身边 然后他们用过二手的才会转出来卖 比较不好的 对 可是对我们来说都应该算还不错 对 但是好像要自己想办法对不对 你好像要透过中间人 对 要可能透过队友啊 去跟他的教练讲 对 透过好朋友的关系这样子 做协调 就是一些外国选手嘛 对 对 先买了这些设备 然后再转转手 对 转给我这样子 转给卖给你 像手套钉子都是 像我知道那个陈彦博 就是我们超马选手 好像跟你也关系也很不错 对不对 他也没有给你一些激励 因为我们算是都是那种 比较需要有毅力的一些运动 你自己跟他接触的经验 你自己觉得 他说的话 我从他身上看的就是很正向 所以你现在 应该现在心理建设都很好了吧 就是 对 比之前好多了 对 比这个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应该恐惧担心这些的 好太多了 那你接下来的计划呢 接下来计划就是 从今年到2018之前的 每一场比赛 我都是要顺顺利力的拿下积分 对 然后就可以参加2018动机奥运 然后2018动机奥运 想要拿更好的成绩 对 所以你现在目标还是希望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吗 对 传承 传承 对 因为我们理事长他已经将近90岁了 可是他还是对这个运动还是不放弃 因为他曾经答应国际总会说 我们台湾每一届冬季奥运 我们的学校协会 我们都会派人去参加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一定会有人参加 那国内现在有场地了吗 国内没有场地 对 那我也希望祝福你能够早日达到你的目标 冬季奥运 对不对 好 德安其实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感动 他是说我可以接受失败 但是不能接受放弃 对不对 那他在一个练习环境不佳 甚至是很缺乏资源的情况之下 还是持续的在进行他的这个担任学校的运动 朝自己的梦想迈进 那我相信这样子一个年轻人 也最后可以完成他自己的目标 那最后也谢谢德安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你 谢谢